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凯昌宏 我当老师 大概有三十年 把教育当作是 像我们的自业一样 以前就是求好心切 所以常常会觉得 严师出高途 还有对家人 就好像把 他们当学生在管一样 像我老大都会很怕我 很严谤 希望他也是要什么都要 都要最好 当达不到的时候就会去骂他 甚至还会处罚他 所以孩子会说 我没办法达到 当老师的标准 就是别人都说我是名师 可是我在家里 确实孩子就觉得说 他没办法 我好难过 上人说比较计较不难信 所以彼是两把刀 我那把刀伤了我的孩子 也伤了我自己 结束了持续以后 知道说 禁私以不适只教别人 最大受用的是自己 所以会静下心 禁私 反省自己 所以在我教学过程中 就自己感受到改变 对孩子跟家长的那个关系就好 我们也是在推广金私以教学 希望说广招我们内部区的一些老师 能够一起来投入 所以会觉得说 还是希望继续 继续走直 继续再去带妈妈这一块 跟大家结散一圆 跟大家结散一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